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z 今天我要來到RO餐廳 要來參加青森週啦 好期待江振誠主廚設計出怎麼樣的料理喔 有哪些青森的回憶被他加進菜單了呢 我們現在就要來去瞧瞧吧 哈囉 我幫你拿菜 謝謝 謝謝 I share 你有點很整呼呼耶 我真的啊 頭髮都亂了耶 好不好 好期待喔今天 是 這個已經有看起來很神秘的禮物嗎 紙袋 紙袋 這個門很懷念耶 對 感覺看到他就是青森週要出現了 前幾天 因為連著上個禮拜 我們直接休假兩天就都是 做布施啊 訓練啊 然後直接接下來了 馬上就要來揭曉青森週的菜單了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呵呵呵 第一位這次的推手 幕後推手 Sherman Andrea 江振臣主廚 我們來問我們說事情吧 耶 這次跟之前有一點不太一樣 原因是這次 我們所有的菜單 都是都能到了當地之後 然後開始發想 然後把每一天的這個 過程 全部都記錄下來 然後變成了 每一道菜 一直帶回來 肉跟大家分享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次的主題 工序 工序這個很大的議題呢 在青森 我們變得好像是 生活當中的市場 這也是我們這一次發現 最大的想法 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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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森 是在青森 是很嬉しい時 驚喜的時 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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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 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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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句大概一萬本你能喝一本 有有有 我們的福袋 福袋就是抽 就是抽那個快速定位 中間呢 你會看到一張menu 那張menu的紙 那張紙是從青森來的 蘋果櫻花和紙 全世界第一瓶完整的小米香檳 上面全部都是泰雅廚的圖騰 從他們的動物 人物 到他們釀酒的過程 那這個名字是什麼意思 阿里 阿里是 是賽利克娘的翅膀 哦 先來喝一下小米香檳 它的特別在於說 有很濃郁的小米的香氣 而且後面是檸檬的蒜 純蜜的甜 而且是不老部落手工裝瓶 一個月只有60瓶 上面我們所有看到的 技術 技巧 基本上都是二次 或是說 三次 再利用的 方式 基本上都是三種不同的樣子 從 左邊 左下角 大家可以 可以看到的是 蘋果木耳 蘋果木耳上面 用的是 菊花籽 然後 我們用的是 蘋果的 蘋果素 哇 這個木耳 拌上的蘋果醋 還有甜味 非常濃郁 嗯 用點菊花去點綠它 在青森 就是在南部地區八湖那邊 其實常常會出現 菊花 用來當作臭花來裝飾 或者是菊花做成置物 右邊是比較特別的 我們叫馬鈴薯破 馬鈴薯破 馬鈴薯破 是用 刨鮮魚 刨成薄片之後 用水洗過 下面的那個片粉 然後做成有一點像是 我們的那個 涼粉 你說這個冷凍的馬鈴薯 可以包成五十年 真的很像涼粉 或是米苔粉之類的 半上的蛋黃跟海膽 就有一種鮮味 然後最上面的是 我這次吃到不只一次的 Sushiko 搬上現在而當季的 沙丁魚 那其實就是一種發酵的米飯 這場有製造過 北海盜沙丁魚 然後因為Sushiko本身 是比較酸甜酸甜的 加上了沙丁魚的油脂 跟薰香其實很搭 又有一種解膩的感覺 互相幫襯 這是三行線的純米大飲料 可是主廚呢 跟他的好朋友 倫巴的Kip7 做了特別的發酵 他們在裡面加了土奇蘋果皮 下去做二次發酵 所以除了清酒的香氣之外 除了蘋果的清香 我們用了新鮮的梵蒂杯 用一葉乾的方式 來收盛它 下面呢 也用了冷凍的那個 刨切魚 然後凍豆腐 最重要的上面 還有我們做的一個 蘋果跟黑松露 還有Sago 一起辦的一個 有點像珍珠一樣 在那個 凡利貝上面的一個塔塔 這個刨切魚 其實就像馬鈴薯米 因為它就是很像 很Creamy的馬鈴薯米 然後上面西胡米跟蘋果 還有松露做成的一個塔塔 酸酸甜甜很清爽 那因為凡利貝本身 它就已經甜甜嫩嫩的 那像馬鈴薯米 也是比較Creamy的感覺 所以它需要一個 比較清爽的調味 來去中和掉那些 可能會讓你感到 膩的感覺 剛剛前面 使用的這個筷子 就是那個凡利貝 哦 是剛剛Chef有知道的 凡利貝再次的利用 然後做成了各位手中的筷子 或者是指甲油 甚至是馬路上的苦料 那其實在清晨 每個人都會擁有自己的肺殼 可以在家裡啊 當作傳家寶 或是我要來使用 那這道菜呢 是意大利 蔬菜湯 因為這一些蔬菜的味料 然後產生了蔬菜蠟餅 那我是因為蔬菜蠟餅 而聯想到這一道菜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 不管是在創意上 或是說在 理解上面的一個 永續的一個循環 色是紫薯 然後牛棒 牛棒 山藥 番茄 玉米 然後蔥 蔥 蔥 你看每根蔬菜放下面 都有特別用鹽來調味 所以入口之後 接觸到舌頭那一面 會嘗得到明顯的香味 我們就是用高麗菜 洋蔥 然後紅蘿蔔 跟上面看到這些蔬菜 下去熬那個湯 然後把它打成蔬菜湯 我們還加了一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米油 玄米油 加了玄米油打它就會無法 所以稍微有那種 有一點點像 米米的 加了奶油的感覺 但其實它是玄米油 玄米油 就是八戶的一天 我們先從八戶的 八戶的朝日 早上六點底 我們就起來到那位朝日 去吃了第一碗湯 就是Kinoko的野菌湯 有六到八種的 當天的早上的野菌 然後我們早上六點到的朝日 其實一到朝日 整個人精神又來了 超好玩的 超熱鬧 有非常多的新鮮的食材 海鮮蔬菜等等 但不是只有賣食材 它還有很多有趣的創意商品 像現在我那天就大買了 用Kinomi廢掉的情況 第二個吃到的是 有點像我們的那個 茶葉蛋的醬油煮蛋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去了八戶的四川神魔館 一萬五千年前 這一群人在八戶的地方 發現他們吃的東西 去了神魔館之後 看到他們神魔文化 一萬五千年吃東西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我就想說 這道菜就是完全用 碳來copy它 一萬五千年的那個 做菜的那個過程 包括那個碳化物都做啊 然後只有用背腸炭去烤才倒掉 那整體吃起來 是有很強烈的燻香 然後再加上栗子 那栗子跟菇蘆 其實都是神魔文化的人 會吃的食物 這是用五千年禮禮做 花香搭配當地生產海鮮 吃的類似細胞 這次我想用一個不一樣的方式 不是只是在講這個米有多好吃 或者說米可以怎麼做 就是因為是講的是 用高科技去做這件事情 海鮮加菇發其實真的有 西班牙的海鮮飯的感覺 從下面的麻布 然後到上面很重要的臉型 代表的巧克力刺繡 然後跟最上面的黑處立爛 那上面所有用到的顏色 這個也是我們在那個 黑處立爛裡面看到的顏色 黑處立本身 味道比較酸 那它還另外 它還是加了 一個陸粽子牛 跟綠子膠 這個就是比較 吃法 每一個做的原因 我都知道 上的這道菜呢 是在新鮮小吃會裡面的 其中一個小菜 叫做Kindon 金團 用的都是一些很淳朴的食材 例如馬鈴薯 栗子 南瓜 蘋果 那對我來說呢 新鮮它有一點 介於甜跟鹹之間 也有一點過度的感覺 它蘋果是特別版 是經濟小吃會那邊的 特別做的一個版本 那把它用 米淇淋還有補絲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就是 有蘋果的酸甜 但是又有馬鈴薯的 鹹味 它馬鈴薯裡面呢 還加了 地瓜 栗子等等 也是 比較多澱粉的 這種質地 很有趣的一道 又甜又鹹的甜甜 它有不同的味道 它有不同的味道 有點 比較沒有那麼甜 就是阿波塞的它比較 對 清香 那再來一點 肉也賣一下 肉也賣一下 等一下啦 不要再賣了 我們就是一個餐廳 好多吃 對啊 從白神山地 是非物質融化遺產 樹木 一直到白神山地下來的血水 經過這個 三毛菌過濾之後 跑下來灌溉到蘋果裡面 然後 蘋果的剪汁變成了 木炭 然後 木炭作為 碳盆咖啡的元素 剛很引用 白神山地的水 這整個循環 我覺得在那個地方 都非常非常完整 非常好的一個師範 這個呢 這是白神山的三毛菌 三毛菌 三毛菌 然後模仿它連輪做出來的 Punaco Punaco的傢俱式的連輪 這個是蝴蝶酥 對 蝴蝶酥 然後 山上流下水 這種好吃的蘋果 把蘋果做成蘋果派 很像Punaco的連輪一樣 咖啡的香氣 還有一些坦白的薰香 然後加上蘋果 比較香 比較濃的甜味 蘋果本身的香氣 非常好鮮 然後這個蝴蝶酥呢 本身也是有 烤過的香氣 所以這些烤的薰香 全部都合在一起 最後一道那個 蘋果的麵麵呢 其實也是在這一次 旅途當中的一個 驚喜 一個新發現 就是在那個 巴霧的時候呢 我到了一個 亞洲50的酒吧 叫做Arkin 那當我到的時候 我只跟他說 我只喝Gym Base 蘋果也又回去 回去那個酒吧 回去吧台 然後就出了一個 一個Gym Tonic 在這個Gym Tonic 旁邊呢 配了一個 就新生非常傳統的 紫蘇烏梅汁 然後裡面包的是那個 蘋果 那我覺得紫蘇烏梅 蘋果 再加上Gym Tonic 是非常非常棒的搭配 他剛剛還特別在表面 噴上了Gym 去表現 那天晚上呢 薛芳准喝著Gym Tonic 然後吃著這個 紫蘇蘋果卷的感覺 這個紫蘇應該是有 煸過 鮮味還滿強烈的 然後 裡面的蘋果是煮過的糖果蘋果 紫蘇的香氣也非常強 青森小隊 青森小隊 快要哭了 巴乎的一天 青森小隊 每個人都熱淚隱紅 青森小隊 在這裡耶 小青小隊 青森小隊 小青森小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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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開頭 青森之餘還沒有更新完 除了獲這一餐很精采的料理以外 我們後續的行程也會進行錄製 對 這款收穫豐富的一趟旅程 我必須要說歷子辛苦 因為只有幕後我們才知道 你只有很辛苦 身兼素質啊 又要拍 又要錄 又要拿去 斜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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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影片真的是 背後很多是雪淚啊 雪淚 很開心啦 終於在我們台北完成了行程中 對 期待明年 讓期待明年可以再次發現不一樣的行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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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